以后违法被抓有大招可以开了早知道偷椅子抽麻被抓就直接公益信托捐给医疗单位当医用大麻牛逼不用拆不用捐直接一手公益信托把为剑就地合法化 欢迎收看本周卡提诺狂新闻 第六名 本案情没有任何宠物受到伤害 有看过捍卫任务的人都知道只要不弄到他的狗鸡哥都会原谅近日杀神在好莱坞豪宅又又又遭小偷行 不过还好小偷有复习电影知道底线在哪只偷了一把枪就离开才刚演完四集就要逼鸡哥付出我都怀疑是导演叫人去抢的太狠了把最新篇章直接改为纪录片的方式拍摄预告片变成用新闻来宣传谢谢强匪让我们有续集看除了拍摄片长免费连第五集编剧的钱都省了我以为只有Surfshark VPN会这么好 现在点击资讯栏内的连结并输入Surfshark圣诞节优惠马虎系妞死即可获得额外五个月免费 想不到Surfshark VPN比捍卫任务导演还佛原本还在为鸡哥担心 但想想歹途忘记带走铅笔也许比较危险 不过就算在危险也没有你各位的个资危险 平常上网跟公共WiFi虽然方便但也让你私人个资暴露在网路上 Surfshark VPN除了保护您的IP位置还能加密您的线上资料 让个资不外泄要安全有安全要杀神有Surfshark 笔记搁在好莱坞的保全还要有保障 再也不用怕谁还敢闯我个资空门看我的隐私 无论电脑和手机人党杀神活党杀活有了Surfshark VPN 不用加入高桌会大陆饭店也能享受遨游世界的服务 轻松解锁有限制的串流平台各地转播和游戏内容 不用坐飞机也能一见到英国或日本舍不得这么好用的Surfshark VPN 还能30天内免费推款这么好康一定要说两次 赶快点击资讯栏输入Surfshark圣诞节优惠马龟系妞死再送五个月免费 第五名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场周末热导报 这周末冷到炸早上会缩成冷冻小鸟 晚上最适合练急冻鸟开招 近日20号凌晨台南花园夜市门口有为宝可梦大师 不为九度寒风直接掏出急冻鸟在路口修炼 救手 你们救手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救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 看到画面还以为台南哪里又有枪击案仔细看 原来只是手枪圣战士在跟大车学长掏测速相机接拍完主服游戏 一亮亮呼啸而过的车子真是太兴奋了 男人爱车诚吃不是跟你说说而已 尤其是一手无法掌握大道发辆车头灯就问有哪个男孩不喜欢都说 花园夜市台南最大夜市小吃在这都找的到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必吃美食烤玉米还有酱烤鸡排烤棉花糖 想不到最近又有新品像冬天滋骨千万别错过 这一摊速度与激情逢季考秋期进高11月应该把它编坏了 报高12月直接配枪出门在寒冬钻木区 活以后想看号台不用到一载金城 现在在花园夜市就看得到台南真是地灵人节全民枪战 不用下载APP在街头就能卸下对战 这是你眼里的汽车在他眼里应该是这样 21世纪台湾这多元社会就算性别认同是汽车法闪电麦昆当A片 他也要受到尊重但天能请穿好你的裤子 不要随便把懒叫说掏就掏 第四名 每个宇宙都有自己的地方褐色蜘蛛人 有恶霸蜘蛛人帅哥蜘蛛人 屁孩蜘蛛人欧郎蜘蛛人 印度蜘蛛人女蜘蛛人和猪猪人 而近日也有一位地方褐色蜘蛛人在台铁线中 他不做好啊然后在那边做 我说我是国家代表队可以吗 小姐国家代表队有一种丢脸的国家代表队 谁丢脸是你自己丢脸啊 你毕时都没有赌在赌什么东西 我跟你拯务署的署长来啊 牛逼66路美魔女直接在车厢表演 劈腿跑康福利全车无码大放送 下一位乘客投靠以备时还能爽闻 美魔女品香嘴巴上只说自己是国家代表队 但他身上的红蓝配色是骗不了人的 不愧是超级英雄只能低调拯救世界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线索 忠利快到了 忠利疏忽大树守卫 抓到了为什么要在忠利下车 实在太过明显 判来忠利怪人协会的秘密 再也藏不住了丧送的福利蝙蝠 直接送到忠利去打腿小镇村的和平 又守住了感谢87号宇宙美魔女蜘蛛人的努力 第三名 到底怎么可以完成这样 韩国英雄联盟知名战队GG号称 T1唯一克星曾经NLCK联赛的一号 种子季日GG真的GG了 12月底本来要来台举办见面 会没想到19号在脸书发文称 台湾为国家惨遭大批战狼 小粉红帝名启动 一夜兼出争冠报 GG所有网路社群 原来GG不止打游戏 软想不到连膝盖也这么软到了隔天 直接删文秒会向强国服软并发文 道歉表示坚定不宜尊重一个中国主权立场 原本只有中国网友不满 现在换韩国人看到GG的操作 也开始炸裂 不止送电进花圈到总部门口 连维基百科也被韩国人改成 中国战队粉丝 由爱生恨周边都开始砸了火烧的 比原来更严重 结果GG当天晚上又又删了道歉文 发表新的中立声明又又再次道歉 没想到这次不止平息不了 韩国的路火删除第一篇道歉文又又把中国网友 再得罪一次厉害了GG比今年的国际赛表现 还精彩先是帮强国维护领土主权 然后又删文说自己中立 结果现在韩粉强粉都不买单 怎样都不对干脆捏揽趴自杀算了 后来又过了两天GG再脸书 又又又发布了第三次官方道歉声明 牛逼啊我就问道歉文是可以 可以让人打了又打打了又打打了又打打 但本道歉用动机先是辱华 然后道歉辱韩道歉辱华道歉辱韩道歉 人一辈子都逃不过三件事出生辱华死亡 让GG永远保持热度根本攻关天才 敢得罪强国人顶多拿2400万年前的剑刀了你 我用这个2400多年前来剑 我一到船我就转死你 但得罪韩国网友是直接开飞船实体化 此后这周除了GG惹怒韩国网友韩服 元神也因为疑似歧视男性惨遭玩家开卡车示威 未果后来集资千万韩元改以开飞船抗议太狠了大韩民国 元神 起头 单纯只有网上出征已经不够看了 这次开飞船下次就是发射火箭送抗议卫星上 星际轨道指日可待 第二名 啥也不拆 散会 少了三个多月的赖皮疗本周依然毅力不摇 还带动了地方观光经济变成赖皮主题游乐区 前面已经有个自拆主堡的狠人反观赖皮疗敲一次哭一次 三个月赖皮都没蹭过只跟你走剧情模式 用周围居民群体讨论怎么输 而本周证件发表会是赖皮金孙总算出手 最近我家的老房子受到蓝白攻击 也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愿意把房子交付公益信托 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 却到了以后违法被抓有大招可以开了 早知道脱椅子抽麻被抓就直接公益信托 捐给医疗单位 当医用大麻牛逼不用拆不用 捐直接一手公益信托把违建就地合法化 结果本周居住正义寒最大声的柯文哲 也被抓出在新竹持有的农地 重压重压重镜人重出游览车 左右两边游览车挺好挺慢 这块土地本该种满农作物 现在却只剩几根小草从凤中赚出 土地十分 其中一人就是民众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被爆出农地没农用 农地没有农用 而且没有农用 而且还边停车使用 不是有付租金的话 那这个租金对柯文哲来讲 他就申请到设计到报税的问题 花莲新竹果人专出大秘宝棒球场 能种香菇农地当然也能种国有掌有缆车 重点不是违建的问题 是政治人物基本诚信的问题 为什么赖新的可以不用缴税 而柯文哲表示 帝我爸买的国有买的时候 送的我不知道啊 柯莲娜违法拿蒙地盖停车场 就是事实居住正义讲的多好听 还是知法犯法真的是甜不支持 哎等一下我还没骂完 哎现在民众党是人手一张 拆乌卡484能不能分一张 给赖皮聊不然他哭得好惨都没人 方不是哎你们不要搞得好像 拆房子很容易是的这样赖皮鬼很尴尬 哎他连拆南铁也要趁乌主 不注意才能推更何况是拆自己 加蓝白为了攻击正敌真的是 不择手段你有想过拆掉之后 帮忙扫院子的宪兵要去哪里吗 帮忙顾门口的客级人员就失业了 也在这样下去朝廷上打团战 已经不够看了要就直接不拆主堡 以后选举前各党候选人 祖宗18代都挖出来都跟再多选几次 还得了整个北台湾都给一瓶了 卧槽这就是新台湾政治吗 很简单的用一句话就是说 民众党太坏了 第一名 赵子龙知见侯旧傻著名媒体人前新党领袖赵绍康 三十年前就以预言家的身份活跃于政坛 中国同胞们 台湾就要毁灭了 幸好预言失败台湾得以多活三十年 如今的赵绍康控定司空 改以赵子龙的身份企图 以他独有的反向预言住国民党胜选 不然你怎么解释这个 明年的选举 票投民进党就这样了 这个 我跟全国的民众报告 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 还有这个 昨天晚上我讲 江启臣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一点都不夸张 你看子龙真的杀疯了 从国民党杀到总统杀到立委候选人 开口就讲错 开口就讲错 当了副手一个月 表现的笔记排妹还像四叉猫 让人感觉子龙好像不是很想救阿斗 赵将军 我赌就交给你了 你认错人了 把你自己交给我吗 给我个小孩干嘛 赵将军 我托你这样阿斗交给你家 就不留个疯狂 你怎么不要小孩让我吗 赵将军 你以为他是讲错 那是你太年轻照 自称 子龙赚的就是流量 几次行动下来 升量大涨 不然我们猴猴 怎么还是这么相信 阿子龙绝对不可能是卧底 八 两个携手合作 拼战到最后一刻 赢得圣贤 赢为中华民国 赢为台湾这块土地的 安居乐业 谢谢大家 谢谢 黄新闻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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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见